香港亚洲时报网站6月7日刊登题为 拜登政府自相矛盾的风格和重点的文章 作者是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顾平山 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采取了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策略 他的许多内阁官员都宣称 希望与中国同行会面讨论合作与协作 但总是要求按照美国的条件 这意味着美国保留讨论他想讨论的问题的权利 但会继续就其他问题批评攻击和制裁中国 这是一个专横霸道的霸权国家对从属国家的行为方式 并希望得到后者的依顺和服从 最新的事例出现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 据称美国国防部长劳爱德·浩斯汀 希望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论坛期间会面 中方拒绝了 不考虑解除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中国防长的个人制裁 还指望举行军事领导人对话 这显得愚蠢而狂妄 虚伪和欺骗的例子比比皆是 拜登政府一面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面却公然向台湾授物 财政部长珍尼特耶伦不遗余力地要求 中国支持美国国债 然后去非洲警告非洲国家 提防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 拜登称称举中国脱钩不是他的本意 但随后他的团队的每一个举动都恰恰相反 仿佛每一个潜在的双边结果 都必须符合美国的条件 拜登的白宫不明白的是 他已经走上了美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拜登的规定是坚持严格遵守他的外交政策 即使牺牲盟友的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 结果法国对于美国合作的明智性产生了怀疑 韩国正试图避免失去对华销售的局面 荷兰的阿斯迈公司也是如此 在美国围绕基于规则的秩序发出威吓的同时 19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全面生效 该伙伴关系的成员包括东盟十国 以及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些国家之间将享有蓬勃发展的免关税贸易 美国只能在局外旁观 自十年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成为项目和投资的受益者 美国它只能无能为力地袖手旁观 充满嫉妒偶尔提出指责 称这些项目是债务陷阱 尽管华盛顿大力打压和阻挠中国的崛起 但中国已经相对不受美国制裁和限制的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经济依然强劲 技术创新将继续 几乎不会受到华盛顿行动的影响 拜登政府几乎将所有努力都集中在阻止中国崛起上 然而徒劳復工